但是今年这个确实是难来了 确实严重 对我现在身边的朋友 有几个已经都得了 也有挂了的 就今天我住这么片的地方 马拉里你知道北印 就从德里过来个女孩子 她也是网上工作 做化妆品销售的 代理一个欧美的牌子 她今天才跟我说 今天晚上我们做饭 她跟我说她同事34岁 10天就胆胆就走了 然后我在杰普尔的一个朋友 她老板38岁 有糖尿病 也是10天就走了 哇海滨 好久不见了 想不到我现在在你的地方 你倒跑了啊 对啊我们换了一个位置 我接手你的阵地了 都好嘛家里都好嘛 对挺好的 现在都呃 其实一直都还还行吧 只是呃 只是那个呃 美国那段时间比较严重的时候 会有一些担心 但是事实上 也没有 嗯 那么差 嗯 嗯 所以我这次想做 这个 希望印度 其实我现在想做这个 话题的话 主要也是想 让 让更多的人呃 从一个非官方的一个角度 从一个就在当地的人的角度 去了解真正的情况 因为 哪怕是以前在那个中国最初开始爆发的时候 嗯 武汉也好啊 哪里也好啊 然后再到接着到美国很严重 纽约很严重 然后怎么样呃 加州啊 一个月多少多少内容 然后再到现在印度 其实事实上 在当地人是最了解的 也 并 其实很大的 呃 多数的情况是并没有那么可怕 我就想呃 就就 我觉得应该是啊 我也不排除说有些地方确实是很 很危险 呃 已经比较严重了 但是我觉得多数还不是 那个报道的那么 呃 惨啊 你啊 你怎么认为 你看到的 去年呢 就是就是 是狼 狼 狼 呃 就是叫这个什么 狼来了的那个孩子 嗯 就是只只叫有狼来 但是不见狼 去年就这样 所以今年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是今年这个呢 确实是狼来了 哦 确实严重 对 我现在身边的朋友有几个已经都 都得了 也有挂了的 哦 就今天我住这么片的地方 马拉里 你知道北印 嗯 就从德里过来个呃 女孩子 他是上 他在也是网上工作做那个化妆品销售的 代理一个欧美的牌子 他今天才跟我说 今天晚上我们做饭 他跟我说他同事34岁 嗯 10天就嗯 就那个 短短就走了 然后我在我在接布尔的那个一个朋友 他老板38岁 有有糖尿病 嗯 也是10天就走了 嗯 是吧 所以他们都是啊比较年轻的吗 还是说 税数比较大 一个38 一个34 所以都是年轻的 嗯 对 从从现在从孟买那边报呢 就是说这次呢不是袭击穷人士 很多是富人就中产阶级 可能他们养尊储優惯了 我的一个供应商在德里就中了 哦 呃 他他中产阶级应该很出重的健身啊 肌肉也很发达 嗯 就是保养的挺好的 嗯 就是我的一个海纳的供应商 嗯 他也中了 嗯 然后今天我跟我在说假的 你知道在阿吉米尔说假 是三个小时在下面的 就我的另外一个工厂 他说说假 那个镇是吃素的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外来人 嗯 就只有做海纳粉的人 知道吗 十年 十年去一趟都没任何变化的 嗯 他今天跟我说 那个呃 那个镇上就是每天有一百多人感染 呃 六七个人 挂了 六七个人 嗯 嗯 知道吗 是 哦 然后在杰普尔整个拉加斯坦 每天有几千 嗯 可能四千吧 然后死的话也是差不多一百 三四百吧 嗯 但是呢 现在大家认为呢 就是 印度政府的这个官方统计是 偏低的 嗯 真实的数据是比这个还要高 哦 是这样的 嗯 这个呢 他说是变种 嗯 变种 是什么什么一串那个数字 知道吗 嗯 所以所以挺厉害的 我刚刚看 我刚刚看有个新闻 那个抖音上面说 呃 一个传染病专家 打了两次辉瑞疫苗的 嗯 到印度来 死了 感染了 中了 死了 就那么快 就那么快 就中了 然后很快就 就就 刮掉了 这个说说时间多少 没有说 但是我刚刚在 因为我们滞留的都有一个群嘛 嗯 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中国人滞留印度的群五百多五百多人嘛 然后就是你这群里面五百多个滞留的中国人是都在滞留的吗还是说也有不少是基本上也有回去了的然后就就就就退屏的但是也也有没退屏的但基本上全部也都是在这里滞留的大家讨论都是怎么回回国哦这样的啊所以的话 排出里面也有些想做生意的嗯我转给你哈微信里你可以看啊就不排出可能是想做生意的嗯嗯啊没关系那个也就是说去年其实在全世界比较严重的时候啊印度人都不太相信觉得啊只是喊一喊啊然后就也不太注意同时呢也没有真正的爆发去年的时候对对对对去年就真没有到的真这个就这段时间呢 是真正的爆发是真正的爆发而且是真实的还确实是蛮严重严重嗯嗯嗯嗯嗯那你是那个我跟史杰普尔就有三个朋友啊对你说你的情况是你去年呃应该是19年就去了吗对不对 2020年年 подход10年1月1号机程 月1号1月1号呃我就被 Chronicle 2020年1月 就去了用1月1号然后接着 中国才爆发嘛然后呃 按 напon 一直感觉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到了美国这边很严重之后 印度才开始 慢慢就起来了对对对对是吧那起来的时候你那时候正在 加坡加坡就是 拉加斯坦的那个首府 那那个地方也算是人口比较多的 都是排前整位的城市嘛 就印度应该排前五吧 我觉得四五名这样的样子 差不多 这个我就不清楚 反正至少就是属于是大大的帮 然后是省会嘛 对对对 那你就是整个去年一年里面都感觉 在当地生活都没有感觉得到 什么危险就还是挺正常 大家该 恐慌开始的时候很恐慌 而且很严的lockdown 就是酒店门都不能出啦 对人也不能出啦 不像这次也叫lockdown 但是人可以自由行动着 只是关商店 而且很多药品店生活日闸店 都全部开的 所以这次这个lockdown 简直就是我都不影响 我正常的早上散步 买啥买咋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去年是第一次的 所喊那个狼来了 所以大家都挺紧张的 然后慢慢感觉到哎 这个好像不太那么严重 所以路路慢慢就又松掉了 松掉了 然后这次的话再喊的话 别人都不相信 然后结果就真的严重起来了 对对对而且很短时间嘛 一个礼拜爆发上百万很短时间嘛 而且你看你是在那段时间 20年1月一直整整那个待了一年 然后你也就说一个月前 有没有一个月前还是半个月前才离开 这一铺 我这里啊 这次就是已经就风声很紧了 就已经这次第二波已经起来了一个礼拜 嗯 当时这个礼拜的周末 Jepard就开始 Lock down了 晚上就宵禁 然后我就 几月几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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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上个月的 上个月的25、6号吗 25、6号 我就提前了一个礼拜 离开了 那你那个你离开那边是原来就有计划的 还是说你就想避开一下 我两个朋友他们提前了一个礼拜 就到这里来度假 原计划也是完一个礼拜就回来的 结果我原始计划是度假 后来走的时候是逃乱 啊明白 怎么就变成逃 所以你这是第二次逃了 就原来第一次是从中国不小心跳到印度 然后回不去 现在你跑到这边 估计也一时半会回不去了 谁知道啊 能有半年能回去就不错了 这种情况是不是 高峰高峰期的还没有到 那现在那个你在的地方是人口很很少 然后小地方 对啊对啊 黑马丘 黑马丘 哦 哦那就是HP是吧 开车18个小时的 对开车18个小时过来的 Kano Kano Loginia 就是北印 对 我知道 所以你这个地方呢 你这个地方是人口少 然后感觉也是还蛮安全的 这里的人都不怕 口罩没有戴 这两天 这几天晚上 他们有好多宗教的活动 庙里面上百人 也都没有戴口罩的 对 我拍的有照片可以提供给你 好 那你现在就说交通受影响吗 就是你想 都停了 一个是你肯定不 都停了 都停了 公共交通 公共的啦 公共的啦 因为做做那个就是呃 有有那个什么呃就是乘客也不多嘛 所以火车他也是基本上不开了 哦 然后巴士的话呢 他也就减少嘛 可能就是比如说一周 每天都有的可能减到两半啦 而且你要做做新冠测试啦 然后呃 12小时之内有效 然后还要去申请一个什么pass 就我隔壁 刚从隔壁过来的个女孩子 嗯 就就有就刚过来 他就能还能过来 但是基本上我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一个礼拜了 一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嗯 这个酒店的没有客人 他就是说也没什么人来了 嗯 我在这边就零星星见的外国人 都是从去年开始log down在这里的 没有新来的 被困在这 困在这的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啦 好 那确实这一次那还是真的是比较严重 然后那个 嗯 对 谢谢你的分享 那个 因为我想到时候我还还会找一些其他的 那个当就梦买的和心得理 心得理是最严重的吧 听说是吧 对 你可能要找那边的朋友才能真实的 把现在的疫情做清楚 但是嗯 接着我的朋友今天问情况都说是out of control 了 就说哦 已经失控了 失控 对 对 嗯 你想嘛 爱德里那么近 梦买呢 梦买呢 你听到的情况 梦买反而我这边看到报导的 How about 梦买呢 他说更严重 嗨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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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比我清楚 这边的 不然有些 嗯 对 本地人嘛 肯定比我清楚 OK 那那这次就先聊到这里 然后 呃 我也录了 你要让我去了解些哪些情况 我可以跟朋友打听了一下 没关系 其实就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差不多了 就是先就是说有一些大概的了解 然后我想通过多几个人 这样的话就会不同角度 然后不同的地方 是吧 这样的话 可能让别人了解到更加清楚 不是仅仅是看的一些 这边我跟你说很搞笑的 我们在接普尔出来开车 三个小时路上已经看到那些本地人 不戴口罩了 然后再到这边 其实从现在今天开始 就是要经过的一个哈利亚拉州 已经就是全部也是lockdown 然后这个地方也会也会lockdown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但是莫迪呢 就这次他是承受不起这个lockdown的审时 所以他就到最后迫不得已 他就没有fulllylockdown 就是说我们说completelylockdown 之前说lockdown已经就是这样的了 completely了 这次呢他只是不让你开门 就是把别人的那店给关了 但是人可以自由 胃口可以自由 然后日常用品保证供应 小商小贩 其实都那警察的政治也避典 让他们玩谁了 就是要不他们怎么生存下去了 没办法了 所以哎呀很惨啊 对 外面都是怪那个莫迪太轻视了 然后又是那个只关心自己的政治的一些竞选啊 一些这个活动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